七月的南京 蝉鸣铺天盖地 午后的风穿过秘密的池山林 触摸着我的头发 衣领和裤脚 带来一丝远处那城市森林 所没有的静谧和清凉 比起那边 我更喜欢这里 绿色在眼前平铺开来 有深绿 浅绿 草绿 黄绿 这些绿色伴着阵阵江涛 跃进我的眼睛 我平静地欣赏着这一切 这里是南京的小森林 七月的梅雨季 南京开始下雨 渐行渐停的雨 带走纷乱 带走嘈杂 这里 漫天 都是绿色 不着急去哪儿 也不着急去寻找答案 自然而然地 沿着江边散步 就这么走着 风会告诉你答案 时间被拉长 建筑会说话 光影构成了斑驳的世界 几公里外是水泥的森林 而这里是小森林 在这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 我们有了更多和别人比较的机会 有人年入百万 财务自由 有人四处旅游 肆意潇洒 时间之书里 却有这样一句话 年轻人 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 而非焦虑时光 你做三四月的事 到八九月 自由 大安